给大家听一下 欢迎娇哥 今天我们来开箱一款电动摩托机 Watchgat 这台摩托机它是国产的 义式和单品 双用的摩托机 这里我先问一下大家 您平时自己用手扬摩托机 或者是用这种电动摩托机 或者是用这种超低零转速 无级盗盘的摩托机 这款摩托机它价格是500多块钱 价格已经很亲民了 毕竟市面上有很多单品和义式 双用的这种摩托机 都是大几千甚至是上万的 所以说我非常好奇 这款摩托机它的一个性能是如何的 然后它这个是分为几个模组的 这个是摩托机的本体 这是一个小的豆仓 接粉仓 这个应该在这个地方 这是一个上豆仓 这个上豆仓的话 应该是在这个上面的 这边有一个锁定和开启的这样 这样就装起来了 这个是刀盘 应该是 大家可以看这个摩托机也是一个追刀 这是可以调粗细的 这个声音到什么听起来蛮丝滑的 听起来你听 我给大家也是一个声音 大家可以听一听 听起来像什么 当下最流行的一个网络热词 有没有get到 再来一遍 这边也是有一个小的键标 按照这个键标可以装上了 应该 OK 那就现在于是这样就已经是组装完毕了 这个接粉仓它有个盖子的 把这个盖子打开了之后 可以塞进来 应该是防止这种静电的那种残粉 接触点的这个地方密封的还蛮严实的 这个小支架 它应该是可以直接这个接意识机的手柄的 安装在这个地方了之后 那意识咖啡机的这个手柄可以放进来 就直接可以抹咖啡豆的 等一下我们可以试一下 好那接下来我们用这台磨豆机 我们可以先试着做一杯手冲咖啡 一杯摩卡壶咖啡 然后一杯意识咖啡 看一看这个摩托机的表现到底怎么样 它这边你看有5颗咖啡豆 它这个每个咖啡豆会亮 我刚才试了一下 就是它每颗咖啡豆 就比如这个第一颗咖啡豆 它是会研磨10秒钟 第二颗咖啡豆它会研磨20秒 一直到第5颗它会研磨50秒 这相当于是一个定量的时间 听一下 另外你看它在研磨意识的时候 这个咖啡豆会变成这个小手柄 这个蛮有意思的 我先测试一下 就是它的这个每个大概的一个研磨度 我先用到4吧 我先用到4左右 先看一下研磨的粗气度 先研磨15颗的咖啡豆 看一下这个磨豆机 它有没有这种吃粉的情况 它的一个吃粉的比例 还有就是静电情况其实蛮好的 你看基本上没有什么太多的银皮什么的在旁边 15克豆子下去了之后 然后现在是14.4克 就相当于是0.6克残粉 其实还蛮少的 对于这样一台机器来说 4的研磨度研磨出来的颗粒 我整体看起来感觉还可以 然后试一试冲手冲怎么样 4感觉稍微有一丢丢细 我觉得我觉得如果要是冲手冲的 可能要到4.5 没事我们先试一把 第一把 尝试一下这个第一把这个味道 嗯不错的 这个酸质蛮明亮的 我觉得第一把就不错 可能稍微细了那么一丢丢 然后这第二把我们重新再尝试一下 4.5 我试一试它这个研磨度 然后这把的话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豆子 有没有这个残粉 这次我们记着10 看15克豆子它研磨完大概是多久 好来准备321开始 15克豆子研磨完应该是12秒对吧 看一下这把的粉量 这次是没有残粉也是15克 这可能是我用了第二把 然后第一把的时候呢 它有一点点的残粉进去 但是到第二把的时候 它应该是里边有一些些残粉在了 它把之前的那个残粉量已经抵掉了 我们再试一下 然后这次的研磨度 比刚才稍微粗一点点 还是能看出来的 粉的粗细 是不是比上次要粗一些 前的这种层次感比第一把要好很多 等下我们再试一下做那个摩卡壶 还有这个易式的怎么样 摩卡壶的话我研磨度我会用到三弦试一试 因为第一把我用手冲的话是用4 4稍微细了一点 那但是做摩卡壶的话 这个双发的这个摩卡壶 它的这个研磨度要比手冲的要细挺多的 我卡壶的话呢 我用13克的咖啡豆 然后等下看一下13克的咖啡豆 用这个3的研磨度研磨时间是多长时间 也是12秒13秒的样子 研磨了13克 因为摩卡壶细一些嘛 研磨的会更久一点 然后这个粗细度的话 我觉得应该刚刚好做摩卡壶 摒气凝神 好 出来了 因为我用它是易式的 所以说你看这个Creamer还是满足的 满丰富的 挺厚式的 所以说这个研磨度在3的研磨度 我觉得做这个双发的Espresso是刚好的 如果要是做单发的Espresso的话 可能要到3.5或者是偏向到4的研磨度 很厚实 喝起来非常非常厚实 这个我最在意的是 看它能不能做易式的 这个E式的研磨的话 我尝试用1到2之间的这个0.5 试一下它的研磨粗细效果怎么样 我们用一台家用的机器 然后E式的话呢 我们就不用它这个接粉仓了 把这个呢装到这个里边 就是E式机的这个手柄可以点触的 类似这种效果 试一下研磨效果 这个蛮方便 你看停下来它就停了 它这个点触其实还是蛮灵活的 不平一点 然后再接 它专门摩托机这后边有一个挂这个装置的地方 就比如你喝完单品 你想尝试意识了 那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拿过来 装上来磨意识 压实 这个粗细度 这个粗细度其实肉眼来看的话 它已经非常非常细了 就是做意识的话 应该这个粗细度应该刚刚好 试一下脆去 你看这个明显的creme 也非常非常的厚实 很丰富 整个espresso它喝起来是很厚实的 很ok的 因为这个是家用的咖啡机 等一下我们再试一下 我们放到商用的衣饰机上面 来萃取看一下效果怎么样 这是研磨好的这个粉 这个萃取效果其实也是还是ok的 然后这是萃取了25秒 这个就是我用的粗细度 就是用到了1的研磨度 然后萃取出来这个流速 就是整个状态还是不错的 但是唯一有一点就是说 就是商用的这个机器 它是这种大的粉碗 顶那个顶针的时候 它这个地方顶的有点不是特别顺 但是用54的小的粉碗的话 顶那个顶针的话 刚好能顶到那个顶针 总体来说就是这个摩托机 我自己用了一天 用它做了做手冲咖啡 摩卡壶 包括易式的 包括放到商用的易式机上去做萃取 我觉得它虽然小 但是还是蛮全能的 但是唯一有一个小小的遗憾的地方 就是说它的磨盘的这个地方 下边出本口这个地方 会有一点点的这种残粉 不过它清理起来还是比较方便的 因为它每个组件都是可以单独拆下来的 我觉得终于有一款就是说 价格平易近人的这种电动的摩托机 解放你的双手了 总体来说我觉得还是很物有所值的 这期的这种开箱 试用就到这里 如果觉得我们的视频做的不错 求赞求币 求收藏我们下期见 Cheers